每一位退伍军人的身上都有说不完的战争故事 文化部的台湾故事岛计划 访问了已经高龄101岁的梁亭成将军 他说经过战争的洗礼 他不但没有被击垮 反而越活越高兴 欢迎101岁生日 梁亭成将军身体依旧硬朗 儿子满膛 本能以忘怀的还是抗战时的那一段 他带十个团来攻击我 攻击了四天 打了三个白掌 从森林去看我的时候 看到我很高兴了 说你给国家争广用了 拿出勋章历经生死 曾经枪林弹雨 挨饿受冻 但他却满怀心悉 最重要是我的心情很开放 我很高兴 你想想我从党派杖以后 打到十五年代 那一件十多人 吃了很多人 我没吃 我想不到我能活到 越活越高兴 像是在写历史 更多的军人故事 不止台湾故事岛的网站上有 6月7号当天 中镇纪念堂前广场 还有展览 等你来分享 记得做个报道